我們從今年開始全面導入AI教學 那從我們今天大概我們在5月5號那一天我們會發表就是AI的繪本故事 那這個完全會有小孩子來製作 然後它是有聲書 有聲的英文書 那我想對小孩子的學習各方面一定會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那除了AI繪本故事書之外 我們會接著會推出AI機器人的對話 跟小孩子可以跟機器人來對話 那另外我們對我們的教科書 我們的作業 我們也會有AI的作業 AI的作業 我們會置入在我們的整個教學裡面 那這個整個來講 我們今年我們會完全的跟AI或做結合 所以說我們把今年稱作為AI的元年 我們Live互動美語是在台灣的耳美連鎖加盟體系 那我們Live互動美語有提供3到18歲的教材跟課程 給所有的孩子們來做學習 那如果要學英文的話 Live互動美語絕對是首選 我們有數位化的科技 我們有很棒的平面教材 以及我們把科技跟教育兩件事情結合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那我們現在全台灣大概有500間補習班正在使用我們的教材 我們總公司是在台北 那我們在台灣三個地方有分公司 有在台北 台中跟高雄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來介紹一下我們今年的新功能就是AI小助教 那在我們的AI小助教裡面呢 我們今年有一個全新功能在今年上線 就是AI繪本夢工廠 我們透過AI的引導可以讓孩子一步一步的 然後創作出屬於自己的有生繪本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畫面 我們看到我們的網際學院裡面呢 有一本一本我們已經製作好的繪本 如果孩子今天要重新創作的話 我們可以點一下下面的加號 然後就可以重新創作出屬於自己的有生繪本 好 我們點選好進去之後呢 您就會看到 等一下AI機器人會透過七個問題 幫孩子勾勒出他繪本的角色 主題 然後主角的性格 還有劇情等等的 那接下來呢 孩子就可以幫他的繪本去做分頁 然後配音 然後就把自己的有生繪本創作出來了 好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畫面中是 AI問孩子的第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你想要做的繪本的主題 是什麼 孩子可以去做選擇 那如果孩子有其他的想法 他也可以在我們的空白處 在FJ欄裡面呢 key in 他自己的想法 可以把他自己的這個原始的想法置入 好 那他就可以來做出一本 完全屬於他自己idea的繪本 OK 好 那孩子透過四個步驟之後呢 他就可以完成屬於他自己的有生繪本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孩子 他在透過AI問答之後勾勒出情節 主題 然後配完音之後的一個畫面 這個是他自己創作出的有生繪本 所謂的繪本就是有圖 有文 而且一頁一頁他可以去做翻頁 上面是我們的錄音功能 孩子可以一而再的重複的錄音 把自己最好的聲音錄進去 那我們也可以有一個電子書的播放功能 播放功能點選之後呢 我們的網校就會一頁一頁的翻頁 然後讓孩子把自己錄的聲音把它播放出來 那這個其實就是孩子透過 我們的AI繪本夢工廠 可以製作出屬於自己的有生繪本 好 那AI小助教 其實會給孩子三個學習的功能 剛剛的AI繪本夢工廠是其一 那再來呢 我們陸續會上小小演說家 以及口說聊天機器人 在AI小小演說家裡面 孩子可以透過AI的引導 然後可以創作出屬於自己的演講稿 那再來呢 口說聊天機器人呢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在線上的一個 chat box 就是可以跟孩子可以做口語練習的一個聊天機器人 那我們之後也會把這幾個功能陸續上線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AI這個工具 帶給孩子更好的美語學習體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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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